综合练习题 综合练习题也是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用函数 一个版本用VBA VBA他能做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快速的产生一整年的年历的话 最好当然我可以按下年历 请输入哪一年 这个地方是输入年份 意思是说哪一年就好了 1月1号我自己帮你补上去 按个确定之后 其实就是待会我们那个练习要做的 预设的 第一个日期 其实会自动 我们已经输入了 后面会做什么 先产生 2月到12月的第1天 就每个月的第1天 再来的话呢 自动把底下的东西 全部 每一个月的 到 几天全部产生 产生完之后呢 再把那个礼拜六 礼拜天 改变颜色 大概就是做这些事情 来试一下按确定 我是后来把它改写成一个VBA的版本 做完就类似像这样 等于是刚刚所说的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其实就可以变成一个VBA 还可以做个清除 清除就是把它 也是一样全部清掉 不过清除的话 可能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格式的清除 一个是 资料的清除 你可能要分开来做 因为如果你 把格式全部清掉的话 那可能框线那些全部不见 所以你可能要分两个部分来处理 那这个是最后VBA做的 不过VBA有点难度 这个请供各位 我陈氏有把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大概要做哪些动作 我们按部就班分别来完成 首先第1个 先产生每个月的第1天 那每个月第1天基本上 你要怎么样产生每个月第1天最简单 其实这边 题目有 这个提示 你可以用e-day 参数 哪一天跟前面这个比 相差几个月呢 有没有mance 相差一个月 有没有 我跟1月1号相差一个月 那不就2月1号吗 对不对 按确定 出现了 有没有 2月1号 那如果我香油填满的话 那香油填满特别注意 香油填满的话 是 蓝增加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 A 对不对 如果我香油填满的话 这个会变B B2 不就刚好参考它 参考 刚好相差一个月 那又香油 变成C D 刚好就参考到它的前一个月 所以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香油填满 它会自动怎么样 蓝宽 再把它拉宽一点点 在常用里面的那个 自动调整栏 这个时候呢 3月1号 4月一直到什么了 12月1号 没问题 所以用e-day 函数呢 就可以帮我产生什么 每个月的第一天 但每个月第一天产生之后 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 把底下的每一天也都产生 那每一天怎么产生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等于什么 等于 上面这一天 加 多少 加1不就好了 我前面讲过嘛 因为它是个数字嘛 只是说它里面有个格式 那加了一天之后的话 那不就 打勾之后 刚好就是 1月2号 那你向下填满 有没有 它一直会变 向下填满的话 变成是列号增加 所以呢 它又会参考到A3 参考A4把它加1 所以 理论上这样 你向下填满 1月份 全部完成 但是呢 2月份 会不会完成呢 向右填满 你会发现 2月份 没办法 主要在这里 有没有 哪个地方 出现错误呢 就是呢 它不应该 出现3月份的 3月份应该在上面 不在下面 所以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会希望 把3月份的资料 给删除 那删除的方法 怎么样方法最快 其他人不是 叫你怎么样呢 直接悬起来 给利者见 我希望是 什么呢 有没有方法 可以 干脆先帮我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如果我向下 的时候呢 那我可以判断 它跟我 上一个 储存格的月份 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 那就帮我产生 如果不相同 那就帮我清空 清空的话 就是空置串 前面讲过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呢 也许可以把这公式 先剪下来 加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有个逻辑 如果什么呢 我的哪一个 上面这个储存格 跟下面这个储存格 如果不相等 那怎么判断呢 打一个曼死 刚刚有没有特别强调 曼死 上面这个储存格 A2 不等于 但你也可以用等于 我的习惯是 如果不等于的话 不等于什么呢 曼死 下面这个 叫什么 就是A2加1 就跟刚刚那个公式 把A2加了1之后 加1天之后 比一下 它的月份就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 因为我这边逻辑是用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 做什么呢 不要输出 那反思的话呢 就怎么样呢 其实就照刚刚 原来的 就帮我怎么样呢 把A2加1 输出就好了嘛 OK 我们试一下 这样逻辑 应该没有问题吧 上面这个储存格的月份 跟即将产生 这个储存格的月份 如果不相等 这个是不等 这样子等 OK 然后呢 我们就输出 小于大于 就不等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公式 好像这没有问题 向下 1月应该是都OK 2月可能会比较问题 你会发现 3月1号不见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发生了 3月2号 变成一个value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边不是什么 它跟它上一个月 上一个储存格 比较 所以你会发现 到这边的时候是 这个是 B29 跟B29 它上面这个加1 这个什么 B30 跟B30 30里面是空的 你把一个东西 空的放进那个储存 让它曼时里面判断 没有 你没有给我日期 你给我空的 它当然会显示什么 值 value的错误 所以 怎么办呢 没关系 可能你还要再多做一件事 如果有value错误 我们前面有讲过了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减下来 再利用一个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还蛮常用到的 if air if air就是 如果你有紧开头的 像value错误啦 或者什么ref错误啦 n斜线a not available错误 通通都可以过滤掉 那过滤的方法很简单 if air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一样给什么 给空了就好了 下面那个是 如果有那个紧开头的 一律怎么样 变成什么东西 变成没有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按确定哦 同样的方法向下 这个没有错了 向右 放开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很勇敢的 拉到12月份 放开 ok 年历就产生了 但是后面还没有完成 后面还有那个 如何把礼拜六 换一个颜色 礼拜天 换一个颜色 也许是 礼拜六 你可以什么 一个 浅蓝底 蓝色的字 等等啦 反正就是换一个格式 该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刚刚主要重点 每个月的第一天 E-Date 二 产生的后面 记得 A2加1 但是它会有月份的错误 跟Mence 然后你外面要再包 If A 如果有错误的话 把它去掉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一下试一下 这年历的部分 如何产生一年的年历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就是在把礼拜六 礼拜天做格式化的动作 好